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這部 我是主持人丹信聰 這幾個禮拜以來 大家因為法國查理週刊 寫案的這個事件 很多人在討論說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恐怖攻擊行動 為什麼要反恐 為什麼恐怖組織 在反恐的情形下 是越反越恐 越來越壯大 回到穆斯林 回到伊斯蘭世界 究竟他們怎麼樣理解說 這樣子一個攻擊行動 是不是真的符合 唯一的真主阿拉的意志 而在臺灣其實也有很多 很多的穆斯林 也就是回教徒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不管是食衣住行 他們是不是遇到很多的困難 在之前也發生過 像是紅龍事件 臺北火車站的這個紅龍事件 以及有一些僱主 他其實是惡意的逼這些 不管是印尼的外勞或其他的穆斯林 說你非吃豬肉不可 為什麼穆斯林 他們沒有辦法吃豬肉 在捷徑 在神聖 在戒律的情形下 在臺灣很多人對穆斯林是極度的陌生 我們該如何理解伊斯蘭的世界 今天有話好說 好好的從伊斯蘭來看伊斯蘭世界 來介紹今天很難得邀請到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中國回教協會的秘書長 馬超彥 馬秘書長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政大阿拉伯語的語系的助理教授 我劉長哲 劉老師 大家好 臺灣伊斯蘭研究學會的副理師長 他同時也是楊廣的節目主持人 梁洪裕 洪裕姐 觀眾朋友大家好 印尼來臺灣的新住民 他當然是一位穆斯林 丁安妮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在臺灣其實有很多的穆斯林 他們日常生活過的是怎麼樣 他們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所謂的伊斯蘭教 所謂的穆斯林 究竟我們該如何理解 先來看看 接近正午時分 禮拜準時開始 教友隨著教長帶領禱告 向聖地賣家的方向跪拜 這是每個禮拜五 伊斯蘭教的祖麻日 進入清真寺禮拜前 每個人都要先清洗手腳 洗臉漱口 象徵以潔淨的身心 表達對信仰的憧憬 目前臺灣一共也七座清真寺 不僅是平時禮拜聚會的中心 也是每年穆斯林齊聚慶祝 伊斯蘭兩大節日 開齋節以及忠孝節的地方 每年忠孝節就像臺灣的農曆春節 禮拜後的宰生儀式 則是伊斯蘭信仰的傳統 依照古蘭經歸界 將宰殺的漏品 救濟貧苦的人 並與情友分享 這位身穿白袍 一身阿拉伯裝扮的鐘毅林 出於對阿拉伯文化的好奇 歸信伊斯蘭教 當時正好遇上九一一事件 大家對穆斯林聞之色辯 當然他們所看到或聽到的 教義的部分 或者是由媒體看到的一些現象 那給絕大部分的人的觀念 我認為就是說 他們應該就會覺得 這個宗教好像很偏激 或者很容易就有什麼事情 但實際上並不如他們所想像這樣 那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可能是很大一群人裡面的一小部分 伊斯蘭信仰是世界文化地圖 不可或缺的一環 假如能對伊斯蘭世界多一份認識 或許能激盪更多元的文化色彩 也避免產生誤解與衝突 秘書長或許我們先來談談查理周刊 為什麼對穆斯林來講 那是極大的侮辱 極大的不堪 我們來看看 最新一起 在兩天前我們也談過 那時候我們少講了一個 他的這個主標 查理周刊呢 在這樣子一個血案事件之後呢 他依然畫了穆罕默德 先知穆罕默德 那第一個問題要請教秘書長是說 為什麼把穆罕默德的形象畫出來 對伊斯蘭來講是一個屈辱 第二個他這個標呢 叫做所有的事情都被原諒了 在這樣子一個慘案之後 那是否代表著說查理周刊 但相當程度的對穆斯林 對伊斯蘭道了歉 先請教您 為什麼先知穆罕默德 不應該被描繪出來 在伊斯蘭 根據伊斯蘭的教義 是不可以崇拜偶像的 所以在我們這個伊斯蘭 傳遞到全世界這個各地區的時候 在從來沒有一個人 能夠去描繪出我們聖人的這個長相 因為這是在宗教裡面是不被允許的 偶像是不被容許的 所以你當現在虛構了一個 我們在宗教的精神上面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支柱的時候 那我們相信我們的使者 那在這去 而且用刻意的有時候是去醜化 去嘲諷的話 我想是傷害到很多 這所謂信眾的這個情感 那你又怎麼看待說 最新一期他的一個標 而且第一個我必須強調說 他還是把穆罕默德畫出來了 所以那還是一個冒犯 但是他畫的穆罕默德是流著淚 然後是說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東西都被原諒了 這個是在表達相當程度的歉意嗎 其實這個在東西方 我想在思想的價值觀上面 有很多的差異 在這個因為這個查理副刊 很多都有報道 那在一些伊斯蘭世界都有提出來一些不以為然的 也提出告訴講說最好不要做這件事情 是 可是實際上西方世界的話 他繼續做這件事情 因為查理事件的話 我們是非常感到非常遺憾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也死亡了十幾位 是 那十幾位裡面實際上有很多是無辜的 是 那無辜的在我們伊斯蘭教的教法來講 你挫殺了一個無辜的全世界 就等於挫殺了全世界的人 他是非常大的一個罪惡 是不可以被原諒的 博民書長您這樣講對很多 我們必須強調說 今天我們這個節目會極力的想要避免簡化 偏頗概念化這些所謂的刻板印象 可是您剛剛那樣子講 對部分的人理解 特別是不管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 或是這一兩年來 伊斯蘭國的壯大崛起之後 乃至於在上上週的查理週刊的這個事件之後 會有一些人對於伊斯蘭 對穆斯林有一個刻板印象 有一個標籤畫 就是所謂的聖戰 就是要去對於異教徒 用最嚴厲 最殘酷的方式 不管是否無辜 但是你的說法是說殘害無辜 是極度不可被原諒的 是 這是根據伊斯蘭的教義 我也不是有個人去說的 剛剛談的所謂聖戰 在伊斯蘭教並沒有什麼聖戰的觀念 伊斯蘭教在一個阿拉伯治 叫吉哈德 吉哈德是叫奮鬥 其實奮鬥的話 基本上針對你自己 個人去克服 你身 自己的一些人 本性上面的殘缺處 這是一種吉哈德 對你在生存的環境內 你生存的環境裡面 發生了一些問題 困難 你必須要面對他 努力的克服他 這也是一吉哈德 所以基本上來講 並不是叫你去殘害任何其他的人 這個聖戰的觀念 其實我們如果要去思考的話 那最常被引用的話 實際上從十字軍東征開始 在宗教戰爭 他常常打的一個叫聖戰 是 伊斯蘭教從來沒有所謂的聖戰 這個概念 尤其是用宗教去對抗 其他的這些 或者說 我們可以說不歸信的 或異教徒的話 這並不是在伊斯蘭教 這個教義裡面所可以容許的 因為在伊斯蘭教裡面強調 每一個人都有他信仰的 這個自由 所謂信仰自由 他自己的選擇 是 那其實也牽涉到神給他的指引 神並沒有抑鬱 要讓他信的時候 你憑什麼要去強迫他 難道你比神的力量還強大嗎 所以這個是伊斯蘭教最基本的 他不會去強迫別人歸信 斯拉 所以他也不會去用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這個戰爭的 戰鬥的方式去讓對方去歸信 所以如果說在這個來 也可以衍生出來講說 根本沒有在伊斯蘭教 沒有所謂的聖戰這個概念 所以您也不認同 像IS 伊斯蘭國這樣子一個方式 不管是他對於穆斯林 甚至是對非穆斯林的做法 您其實是不認同 而其實剛剛像這個主持人 您說的很多事情不能簡化 是 因為很多事物的發生 其實他有他的背景 比如說我ISS 他是在這個伊拉克 伊拉克本來在海三時代的話 他本來是遜尼在這個主政 那實際上到了這個美國人 所謂的解放了伊拉克之後的話 變成他大多歲的實驗他起來 實驗對這個遜尼派的一些 這些我們所謂的迫害的話 造成他們的仇恨 說變成他們變成已經 因為人在這個戰爭中產生了死亡 死亡的衍生出來的仇恨 這已經不是說一般的 我們講的人一般社會的規範去思考 是 劉老師我想請教你 這張圖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會企 對 其實很多人大概都會有一個印象 那個印象或許是被客裕所標籤化的 被客裕扭曲的 就是說大家會有一個聽到一個說法 是穆斯林他是右手拿著古蘭菌 左手拿著一把所謂的彎刀 或者是劍或者是槍 那那個說法就是說 如果你不信可蘭菌 我就殺了你 所以這一陣子或是這十年來 常常會有一個字叫文明的衝突 那個衝突似乎就是非你死我活不可 可是這個是被誤解的嗎 這是被貼標籤的嗎 我想在在主流的 那個穆斯林社會裡面 他們其實不會這麼 這麼去認同 這樣的所謂的少數人 或者比較偏激的人的看法 那當然在這裡面 我們必須要必須要談到 為什麼穆斯林社會裡面 會有這麼多所謂的極端團體 是 那當然這個就牽涉到說 在主流社會裡面 有一些人他的需求 沒有被噪音到 那沒有被噪音到的時候 他一再呼籲的時候 當政府沒有理會 他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 他們必須要為了他自己的理念 那他們把這個東西理念 他們認為說 這個宗教 宗教賦予他們的 他們的權利 為了宗教而戰 為了宗教而奮鬥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就看到說 其實少數的一些人 他們曲解了所謂的伊斯蘭 那遂行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 所以我們在看說 穆斯林兄弟會或者IS 這些他們其實在主流的 大部分的那個穆斯林社會裡面 都不被認同的 是 對 那你怎麼理解 臺灣的穆斯林 他又如何去理解國際間 特別是英美觀點下的恐怖攻擊行動 是值得被同情的嗎 是因為當地的那個脈絡環境 使得他們被逼上絕路嗎 我相信如果說你回來看 那個什麼法國事件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要分析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件 而且我相信也絕對不會 不會是最後一件 是 那因為如果說你去探討 那個殺人的那兩兄弟 他們是阿爾及利亞人 阿爾及利亞人 他們應該是算是一九六二年 阿爾及利亞獨立以後 從法國統治一百多年以後 獨立以後 阿爾及利亞的國家的經濟政治 其實狀況其實並不好 狀況並不好的時候 就會造成很多人民 在自己本身 在自己的國家 沒有辦法生存的時候 他們移民到法國 移民到法國的時候 當第一代過去的時候 他們的生活其實辛苦的 可能做很低下勞動階層的工作 所以他們在在對孩子教育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投入 像法國人這麼多的教育的資源 所以造成這個孩子 可能在求學過程中 他就不是說所謂的頂尖的 那畢業業以後 他也不是成績最好的 而且在歐洲 我們必須要說 歐洲還是有某些程度的膚色上面不同 是的 我應該是說有點歧視 那還有就是 我們如果說真正來看的話 法國自己本身就一百個人裡面 就有十點五個人是失業的 那你 你自己本身你是第二 穆斯林第二代 就是移民第二代 你的學業上面 可能不是很強 你在找工作上面 不是很好 不是很順利的時候 你會歸罪 因為一般人不會歸罪 自己能力不好 他會歸罪說 這整個社會對我不公不義 那對我不公不義的時候 又再牽涉到中東的很多事情 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問題 或者我們現在看到 伊拉克的遜尼跟失業的問題的時候 會造成這些失業的年輕人 會憤憤不平 他覺得西方主流社會都沒有照應到我們的需求 而且是壓迫我們的兄弟的時候 他們在沒有辦法之下 他們就決定用最最爆裂的方式來挑戰這個社會 社會的機制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說 這個問題為什麼會再出現 而且我相信今天在法國發生的事 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件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瞭解說文化上面的不同 那還有就是說社會的政治經濟面的不同 那造成說這些差異性 當越拉越大的時候 當有錢越有錢 法國本土的人越來越有錢 白人越來越有錢 你穆斯林在這個社會裡面是被壓迫的 在經濟在政治上面的權力都被壓迫的時候 當然就有一些人非常容易被號召 那這些人被號召的話 他們就是願意 願意拿起槍炮 願意拿 綁自殺炸彈來遂行 他們所認為他們對的 為宗教而奮鬥的戰爭 對 但是可蘭金也提供了 他們這樣子一個行動的一個根源力量嗎 沒有 可蘭金其實在這裡面 我們 可蘭金在所謂Jihad裡面 他有特別的定義 他是說第一個你要自我防衛 對 那第二個你是要加強伊斯蘭的信仰 那第三個你要保障穆斯林的信仰的自由 在這裡面 那還有就是說你不能用很多方式強迫 用暴力的方式強加在別人身上 像如剛剛馬秘書長說的 那不能說強迫別人的信仰 是 那在這裡面我們看到其實是牽涉到說 法國人在對自由 言論自由上面的態度 他沒有考量到穆斯林社會 對所謂他們的阿拉的崇敬 而且他們不瞭解說在這裡面 如馬秘書長所說的 你不能有偶像崇拜 那你把這個東西畫出來 你又醜化他的話 其實在某些程度上 你非常極度的不尊重 是 是 伊斯蘭 洪玉姐 你自己也是媒體人 也是媒體人 前天我們談的所謂的 什麼叫做言論自由 五路宗教 算不算言論自由 我們花了一個小時在談 第一個你怎麼理解查理周刊這件事 第二個你怎麼理解穆斯林 不管是在國際間的穆斯林 甚至在臺灣的穆斯林 是不是長期被污名化 長期被誤解 可是我們來看看穆斯林 自己本身怎麼看所謂的聖戰 這樣的一個字眼 穆斯林兄弟會 他們的行動口號就說 阿拉是我們的目的 先知是我們的領袖 古蘭經 我叫翻成可蘭經 是我們的法典 Jihad 是我們的戰鬥 為目的而犧牲 是我們的理想 巴勒斯坦伊斯蘭教的教室 他說在令人絕望的時代當中 會有些人認為 侍奉真主的唯一方式 就是在身上綁炸藥 發動自殺攻擊 其實有很多很多種方式 可以侍奉真主 包括幫助求人 包括打掃清真寺 包括種花草樹木 包括穿著質樸 這些都是所謂的聖戰的意思 美國伊斯蘭關係協會的主席 他說聖戰在伊斯蘭中 是極為崇高的理念 他原本的意思是起身捍衛自己 還有捍衛國家 可是IS的做法 只是單純的侵略跟違法 各界不要把這些行動 視為聖戰 更不要把這個行動 跟伊斯蘭畫上直接的等號 臺北清真寺的總幹事 馬西哲 馬先生他說呢 伊斯蘭的本意就是和平 是愛好和平的宗教 穆斯林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可是如果受到迫害 就會起來反抗 所以我想請教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怎麼樣看待查理周刊 第二個是被污名化嗎 是被標籤化嗎 洪玉姐 其實剛剛劉老師跟秘書長 都談到了一些問題 剛剛提到了聖戰本身 聖戰的本身其實是一種奮鬥 那我比較從社會生態學的觀點來看 這個源自於這個阿拉伯半島的這個伊斯蘭 他是部落社會 他是遊牧民族 然後這樣子的遊牧民族 他為了捍衛他自己家 為了生存 他當然要奮鬥 要跟這個惡劣的環境奮鬥 所以聖戰在伊斯蘭的教育當中 其實有一部分 當然說我們跟外界的環境做奮鬥 另外一部分跟自己心理 我碰到的挫折 我碰到的為難 我怎麼樣在宗教裡面 找到力量而奮戰 是 那教育的詮釋 其實有一種字面上的詮釋 我們可以從字面上看到說 規定怎樣怎樣 是一種詮釋 另外一種有種形而上的精神上的詮釋 那當你當有些人 只是抓了字面上的詮釋 他可以就擴大放大某些部分 但是對於一個真的虔誠的穆斯林來講的話 我更把這個聖戰放到我自己的心裡面 我願意在我的精神上面尋求一種奮戰 那《查理周刊》這件事情 我當然就是為這樣的死難者感到遺憾 但是我比較想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 就是我們對於幽默這個字 我們的解釋 我們的詮釋 我覺得高度的幽默 應該是接我自己的短 拿我自己開玩笑 拿我的短處開玩笑 這是高度幽默 可是拿弱勢者的傷痛開刀 我覺得這不是 我覺得這就不叫幽默 我覺得這叫言語的霸凌 所以我記得在《查理周刊》的事件發生之後 我記得報上有一個社論 他就提到他說 當然我們為那個死難者感到哀傷 然後也人神共憤 為這樣的一個暴力的行為 感到人神共憤 但是他說 我們有沒有想到 當言語的霸凌 已經我無能招架的時候 我採取了肢體的霸凌 就是一邊的是言語上的霸凌 以所謂的言論自由 好 強調就是說我需要言論的自由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在你言論的自由的時候 你其實對弱勢者造成了言語的霸凌 而這些弱勢者 就像劉老師剛剛講到的 我已經生活在底層裡面 我無能反抗的時候 苟旗也會跳牆 我不是合理化這個行為 而是我就說這個脈絡 然後他們就採取了肢體的暴力 兩項暴力以暴制暴 其實是我們不樂見的 回到臺灣的脈絡 你會認為在臺灣 我不曉得確切的 臺灣穆斯林的人數有多少 因為我們有看到六七萬的數字 也有看到十多萬的數字 又兩萬三千人的數字 又兩萬多 那相較起臺灣整體人口 其實是不多 可是這些穆斯林在臺灣 特別是後來來臺灣的 這些外勞們 印尼的穆斯林們 他們在臺灣有受到歧視 有受到像是在法國的穆斯林一樣的待遇嗎 我覺得臺灣相對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相對寬鬆 然後相對包容性大一點的 因為臺灣並沒有投金事件的這樣的事件發生 就是說我自己身為一個穆斯林 我們的丁小姐 他帶頭巾 我自己可以不帶頭巾 我不會受到任何的迫害 那同樣的 我覺得對於那些少數的 對於外籍移工 不管是印尼的 菲律賓的這些外籍移工的 一些迫害來講 我覺得那應該算是少數的個案 我覺得不會把它升高到是宗教的衝突 但是你如果在你的公司 或是你的生活環境 對你的親朋好友 說你是穆斯林 或是人家輾轉得知 你是穆斯林的時候 你會受到不一樣的眼光 或者是待遇嗎 大家只會說 你是穆斯林 那怎麼沒有帶頭巾 只會 只會我覺得 會有這樣子的差異的方式 來來那是第一 第一眼吧 你可能會採取一些 不理性的動作嗎 也不會有 也不會 我覺得大家好像同事啊 朋友之間 並沒有用這樣的方式 來看待我身為一個 穆斯林的這樣的身份 在吃東西上 會不會有所不便 吃東西的話 現在好很多了 我記得當時 當然你知道 臺灣傳統的小吃 比較是豬油的多嗎 對 所以在我求學的階段 那好推好多年前了 是有些困難的 因為當時吃素的人口也少 那素食餐廳也不那麼普遍 所以你要吃到捷徑的 比如說哈拉認證的這樣食物 是很 幾乎不可能的 是 是 對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在外面 就是頂多是買個饅頭 或是說我住校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時候買泡麵 我把所有的調理包都扔掉了 我只吃那個用水泡的米粉 或用水泡的麵 我只能吃這樣子 然後配一些醬瓜 配一些醬 醬的食物 可是後來我覺得 臺灣社會慢慢地進展到 現在吃素 健康素的人 還不是宗教素 是 健康素的人越來越多 是 當我在外面 我就比較簡單 如果碰到不熟識的朋友 我就說我吃素 反而得到很大的寬鬆的一個 吃東西的方便 是 那當然熟識的朋友 我就會說 我有些東西不能吃 那我可以吃魚 也可以吃青菜 我覺得其實相對的來講的話 已經 現在我們的環境 已經太好了 因為臺灣曾經發生過 雇主強迫勞工 去吃豬肉這件事情 所以所有的穆斯林 是嚴禁吃豬肉 豬油相關的製品 所有豬相關的任何東西 都不能碰觸 除此之外 還有別的禁忌嗎 在飲食的部分 如果嚴格來講 就是未患阿拉民的 宰殺的牲口 我們是不能吃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放血 另外還有就是在屠宰過程 必須要經過所謂的哈拉認證 然後必須呼喊阿拉的真名 我們在宰生的時候 這個可能 秘書長等於話可以補充 就我們在宰生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非常 我們謝謝阿拉 謝謝真主 賜這個食物給我們 然後我們也謝謝這個 這個這個牲口的犧牲 他成就了我們的生命 我覺得是一種感恩的心 來看待這樣子 你來臺灣十多年了嘛 對 所以吃恐怕也是最大的問題 剛開始來臺灣工作的時候 就是每一次出去 就是先問老闆 就是說這個有沒有用豬肉 還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老闆就是說 那你那個 還是有豬肉 那那個肉挑出來就好了 有一些就是會說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跟大家解釋是說 我們就是說不能吃 沾到豬油還有肉 就不行 那如果你們用豬油 就是告訴我就好了 剛開始真的不方便 那時候我來的時候 就是常常自己就是 自己煮東西這樣子 就是跟朋友一起煮這樣子 你先生的家庭會不會很不諒解 就是我講不好聽的 就是很麻煩啊 就是娶到一個穆斯林 好像真的很麻煩 因為飲食習慣完全不同 然後一鍋 大家可能還是說 你豬肉肉邊菜就好 豬肉挑掉就好 但是你們是絕對不行 會有那樣子不變 或者是覺得很麻煩的情形嗎 我們家的部分目前是沒有 因為我之前就是跟我先生 都是交往的時候 就是我先跟他們說 就是說我們都是穆斯林 因為之前 你先生也是穆斯林 對 因為我們穆斯林的人 一定就是跟穆斯林的結婚 那就不麻煩了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能吃豬肉了 本來以前他是吃豬肉 後來就是跟我結婚之後 就是不吃豬肉 就是我們他們就是也是知道 如果我在我婆婆家那時候 就是他們不會有豬肉的部分 是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常常會吃素食的 是 我們現在進一步 來了解臺灣的穆斯林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要綁頭巾呢 為什麼他們真的 為什麼堅決就是不能吃豬肉呢 為什麼一天要朝拜 朝著賣家的方向 朝拜五次呢 種種的不理解 背後宗教上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有一對夫妻 他們也是因為飲食的問題 困擾他們太久太久 所以乾脆自己開了一間餐廳 這也讓臺灣社會來反思 為什麼在臺灣有那麼多的人 有這樣子一個 不管是宗教上的需求 或者是健康上的需求 但是臺灣還是沒有發展出一套 適合大家的所謂的 經過哈拉認證的清真餐廳 我們來看看這對夫妻的故事 成長在穆斯林家庭 蘇家兄弟從小接觸古蘭經 由於經文以阿拉伯文完成 因此也要學習阿拉伯文 並不是全部的東西我們從小就了解 可是慢慢的會帶出一些 不管是規定還是倫理道德 20多年前巴基斯坦人蘇雅利來臺灣從事貿易工作 認識了李秋蓮 並決定共度一生 因為穆斯林結婚的對象也必須是穆斯林 秋蓮選擇信奉伊斯蘭 也在了解教育之後決定戴上頭巾 女孩子戴頭巾第一個是尊重自己 然後也可以保護自己 婚後幾年兩人開了餐廳 由於穆斯林不吃豬肉不喝酒 餐廳裡不賣酒也沒有豬肉料理 店裡的牛羊雞等肉類都經過認證 動物被宰殺前要是健康的 屠宰的過程沒有虐殺也必須全部放血 由於穆斯林對飲食的要求 蘇家兄弟求學過程中都是自己帶便當到學校 台灣社會對伊斯蘭世界了解不多 包括非穆斯林不能擁有古蘭經 以及碰觸古蘭經 穆斯林使用右手吃飯以及與人握手 是因為左手是用來做清潔動作 另一方面也是遵循使者的行為 而國際間的緊張情勢 有時也會引發外界對穆斯林不友善的質疑 蘇亞利說真正的穆斯林不會進行恐怖攻擊 蘇宇揚則認為恐怖分子以穆斯林自居 卻讓多數穆斯林承受負面評價 雖然他們無法一一對外辯解 幸運的是台灣人很和善 也很少將恐怖分子與穆斯林劃上等號 不過秘書長可能我就是一個無 無知的異教徒 為什麼真的不能吃豬肉 是因為豬很髒嗎 我想伊斯蘭教的話 穆斯林根據都是古蘭經 根據我們聖訓就是hadith 上面告訴我們不可以做的 我們就不做 只告訴我們可以做 就我們去做 所以在伊斯蘭教基本上行為都分為兩種 一種叫halal 就是合法的 就是鼓勵你去做 另外叫haram 就是一個非法的 你不可以去做 對於豬肉 包括血液的話 在宗教上面經典裡面寫得很清楚 它是不結的 是 其實不僅伊斯蘭教 所有伊斯蘭教 包括猶太教 包括我們講說 相信舊約聖經的這些 這些這些這些教徒來講話 舊約立位記裡面也寫得很清楚 豬跟血液是不結的 是 是不可以吃的 是 是 所以就是聖譽講得很清楚 豬是不得吃的 是 所以大家就 所以他也不必然是說 所謂的教義很核心 很核心的那個概念 說吃的會怎麼樣 而這樣講在宗教裡面 其實是很寬鬆的 包括如果說有條件的 你可以吃 在什麼狀況 你如果沒有食物的時候 你會餓死的時候 你可以吃 他的界限在哪裡呢 你不要吃得過飽 過飽到什麼 比如說打了飽格 就是不恰當的 所以吃太飽是不恰當的 就是講你吃豬肉 即使講說 你在不得已的狀況下 為了延續你的生命 你也是可以吃的 可是你不可以吃過分 所謂不過分 就講你不能吃太飽 你不可以因為自己貪吃的欲望 而去吃太多 但是如果說 你所有的食物只剩下豬的話 為了活命 因為上天有好生之德 所以我們可以吃 可是實際上不僅 這豬肉只是一小部分 比如說我們穆斯林 不可以喝酒 酒的話 甚至比這個豬肉 還更嚴格 是 因為酒的話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社會事件 喝了酒之後 駕車造勢 傷害了其他的人 或有時候這個喝酒亂信的話 造成一些傷害其他的人 這些都是在酒會讓人失去理智 所以在伊斯蘭教是嚴格禁止酒 所以會引起慾望的這些 所謂的不管是酒 或者是像是 薑這些吃完之後 也不能去禮拜 不是引起慾望 是讓你喪失理智 喪失理智 喪失理智 薑倒不會讓你喪失理智 酒是不可能 那因為其實如果走在路上 我也不知道你是穆斯林 是 但是呢 大家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 當然像安妮你穿這樣 我們就一看就知道您是穆斯林 可是在國外 特別是在中東 譬如說戴著 那在中國也很多 戴著一些白色的帽子 或者是留著大鬍子 但是在外表上 其實對於穆斯林的定義 要求並不是那麼一致 是不是 我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 伊斯蘭教在全世界 現在有十七億的信徒 在可以單一宗教裡面 是最高的 伊斯蘭教其實在 在西元六百多年 從從那時候開始向世界各地去傳 當時也是在阿拉伯半島幾百萬人 可是透過桑茂 傳的地道各地去 到各地去他都能夠生根 為什麼 伊斯蘭教非常尊重不同的 因為甚至講說 這個曾祖給人的意見不同的話 就是仁慈 讓你們仁慈 你們有更多的討論的空間 所以他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必須要尊重當地的善良風俗 當地的法令 除非他明顯的與伊斯蘭教的教義 有所抵觸的時候 你可以去考慮 一個你待下去 一個你就離開 所以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千三百多年 跟中華文化基本上是並存的 是 一般來講 我們中華文化是一個強勢的文化 很多的其他弱勢文化 都會被融合掉 可是伊斯蘭教跟他 因為在我們這傳統的 倫理道德 或社會的制度 這種都有一定的規範 其中間非常的相近 是 說他能夠併存 一直延續到到現在 其實當然有很多中國人講 一句話叫 理師而求諸也 很多在中東世界 他們看到 做的 看到很多事物 我們覺得是不對的 其實在中國 尤其在西北地區 這個伊斯蘭教最早的傳到的 中國的區域 一個在東南的沿海 一個在西北的地區 還是保持的非常多 原來這個嚴謹的這個教法 是 規定犯下的一些行為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在臺北清真大寺 門口貼的一個伊斯蘭的五大基礎 跟六大信仰 第一個要念 就是心臣而口念 做證詞 然後要禮 按時的禮拜 要栽 每年呢 會有一個月的所謂的栽戒月 對 栽戒月不是這個月都不吃 而是在日出之後 以及日落之前 不吃東西 不喝水 等一下我會談為什麼要這樣做 還有課 課的部分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分享的概念 每年的所得結餘中的二點五趴 要來拿作祭瓶等等的指定用途 要曹 如果你能力所及的話 一輩子 你至少要去賣家一次 有六大信仰 要信真主 信天仙 信經典 信使者 信前定 前定的意思說 所有你一輩子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都是真主阿拉所注定的 要信後世 也就是你會有一個終極關懷 人死了之後 你會有一定的去處 不管是去天堂 或是去叫火域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想請教洪玉姐 戒律對一個穆斯林來講 到底他有多重要 不遵守戒律又會怎麼樣 我覺得那是一個 課己副理的功課 那是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我覺得戒律 就像剛才秘書長提到的 就是我記得我媽媽 小的時候跟我們講過 他說豬肉不是不能吃 當當你就是活不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吃 所以這樣的一個戒律 其實是非常寬鬆的 那個戒律 其實都在自己心裡面 就是說有些事情 你不要做 是不能做 有些事情是受讚揚的 你可以做 但是那個戒律 我覺得是放在比較 就像法律一樣 他是放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上 他不是時時刻刻 讓你感受到那個戒律 都在你身上 變成一個刻痕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一個戒律 那至於說剛剛提到的 我針對那個五次禮拜 反而我比較用另外的觀點 來看這個五次禮拜 中國人有所謂的一日三行無聲 是 每天要反省三次 可是對於一個遊牧民族 一個在沙漠當中討生活的人來講的話 他一天做五次禮拜 而且禮拜前你現在要晉升 他隨時感恩 隨時謝真主阿拉 隨時檢討自己 穆斯林是一天五次反省自己的 是 就在那樣幾個嚴苛的環境當中求生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那樣子 與其你說那是戒律 我覺得那反而是一個 一個人生的一個態度 我會比較這樣的看 你所謂的提到戒律的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你沒有綁頭巾呢 第一個我自己是媒體人 再第二個就是我帶頭巾 如果我去採訪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被貼上標籤 那就是臺灣社會的不成熟 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是我自己也有 我自己的一個所謂的自由意願 那我也非常感恩是 我在臺灣這樣的相對的自由環境裡面 也許如果我在阿富汗 或者其他的國家 也許我不帶頭巾 就犯了很大的戒律 是 所以我覺得經典的寬鬆 他不是 他是人為的 我覺得是詮釋者 怎麼樣去解釋這個交易 怎麼樣解釋這個經文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不帶頭巾 我並沒有受到 受到壓迫 但是我上大殿 我見真主 我做禮拜的時候 我帶頭巾 而且我一定會晉升 阿妮我想請教你 帶頭巾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剛您在上節目之前 您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打扮 可是當你要來上電視的時候 你就非常正式的綁上你的頭巾 綁上頭巾跟不綁頭巾 那個差別是什麼 在身份上有任何的不同嗎 就是沒有任何的不同 就是說如果我們穆斯林 包頭巾的概念的部分 就是說就是別人 就是很像男生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們包頭巾 就是我們穿衣服就很緩鬆 也不能帶得很透明這樣子的 就是說對男生看我們 男生看我們女生就是會 珍重你就是不會 騷擾你這樣子的 但是我自己本身 有時候我會包頭巾 有時候我沒有 因為我在印尼的部分 那時候我是每天會包頭巾 因為我們的社會上 就是我們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嘛 然後我來臺灣的時候 有時候包頭巾的時候 就是在路上 還是在什麼任何就是 搭公車什麼 就是人會注意到你 就是很像很奇怪的人 是有一種感覺的 是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雖然有時候 我沒有包頭巾的時候 但是我就是說拜拜的部分 還有去那個金證車的部分 我還是會包頭巾 所以重要的場合 譬如說進大殿 或者是公開的 很公開正式的場合 你們就會用這樣的 可是那是否說包著頭巾 就提醒著你們是 那個時候必須是用非常正式 高規格的態度 來面對自己穆斯林的身份 洪玉姐 當然帶頭巾 有的時候是一種身份的認同 那也是就是說 跟大家宣告 我是一個穆斯林 還有就是說 我說帶頭巾 是一個受讚揚的穿著 在宗教裡面 他不是嚴格的規定 很多人一直說 伊斯蘭一定要等同於頭巾 其實我自己做了一些 歷史脈絡的爬梳 我發覺教育裡面 並沒有嚴格的這樣規定 他只是說在那樣嚴苛的環境當中 你穿穿戴頭巾可以抵抗沙漠風沙日曬 後來慢慢我覺得這個服飾演變成 從形式上的一個保護 變成一種象徵上的 象徵性的東西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當時戴頭巾是為了區隔 在蒙媚時期的時候 很多可能性工作者 那戴上頭巾是區隔 我比如說我是良家婦女 其實有這樣的作用 後來慢慢演變成 就是我戴上頭巾 是顯示我的尊貴 當然也有人會認為說 這是哪一件要求 對女性的迫害 其實我覺得 不需要從這樣的角度來詮釋 就是要請教秘書長 就是頭巾這件事情 其實在國際上 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那頭巾的形式 有非常非常多種 有像安妮今天這一種的 那也有說是全肇事 全身都遮起來 只露出兩個眼睛的 這樣子一個形式 甚至也有連眼睛都遮起來的 這一種全肇事的 這一種服裝 會有兩個問題 會有一些比較站在批判的角度 說伊斯蘭世界是歧視女性的 是男尊男尊女卑的 第二個就會有所謂的 這個是不是裡面綁炸彈等等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法國之前有一道命令下來 是說上學是不可以綁頭巾去上學的 禁止任何的宗教服飾 換句話說 在教義上究竟是如何理解 女性必須綁頭巾 可是其實對於男性 所謂的遮蔽羞體這件事情 伊斯蘭也有嚴格的規定 我們來看看頭巾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使得各界 有不同的解讀 二零一零年四月 住在法國南特三十一歲的婦女安娜 接到一張二十二歐元 大約新臺幣九百二十三元的交通罰單 就因為帶著只露出眼睛的面紗 開車被警方認定會影響視線 以危險駕駛的理由開發 當時法國正在激烈辯論 是否要禁止伊斯蘭婦女 在公共場合穿罩袍帶面紗 不只法國在歐洲 包括比利時 丹麥 義大利等國 都對於伊斯蘭婦女是否應該 在公共場合穿著罩袍有過爭論 而在伊斯蘭世界裡 對於婦女是否應該穿戴 從頭包到腳 只在眼睛部位露出一條細縫的 傳統伊斯蘭服飾 也有不同意見 二零一二年埃及出現 一個新電視頻道 從攝影師 演員到主播 都是女性 而且全都穿戴傳統伊斯蘭服飾 電視頻道老闆說 她是為極端保守派的 伊斯蘭女教徒 提供工作機會 穿戴頭巾是否為穆斯林婦女的自由意志 有無危害社會安全 在伊斯蘭世界與其他國家爭辯身中 法國成為最早實施面紗禁令的國家 二零一一年開始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場所 穿戴布卡 比利時也規定任何遮住個人身份的裝束都不得出現在公共場合 伊斯蘭您當然也很理解說很多人會批評說這是侵犯女權 這是男尊女卑 可是就教義上來講 怎麼理解頭巾這件事 我想做一個穆斯林所有的這個遵循事務 我們一般來講 就根據古蘭經 根據聖訓 所以古蘭經裡面怎麼告訴我們 告訴人要遮蔽修體 因為人跟一般的這個我們講動物或不太一樣的話 神給人的一個理智之外 也給人一種支持的心 所以在男性的規範的話 男性的修體是從肚臍到乞丐 必須要遮蔽起來 女性的修體是從頭到腳 只有臉跟手是露出來 所以我剛剛談的話 法國他禁止戴面紗 面巾 包括最近在中國大陸 新疆 烏魯木齊也是嚴格的要求 不可以穿罩袍 不可以戴這個面紗 他並沒有禁止說不可以戴頭巾 所以頭巾跟面紗 基本上把它做一個區隔 它是不一樣的 是 那因為剛剛談的 在宗教規範裡面 是要戴頭巾 把頭髮遮蔽起來 並沒有把臉要這個遮蔽 那我們我有時候 我們講小時候的經驗好了 有時候我們到澎湖去玩 我一看 哇 澎湖怎麼那麼多穆斯林 因為他們都包那些婦女 都包著 戴著帽子 包著頭巾 臉都蒙起來 鹽田也看到很多穆斯林 所以講他基本上有很多時候 剛剛我們梁小姐講 有的時候是因為地方的 這種氣候或條件 或有時候甚至有些是地方的習俗 他並不是宗教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去了解哪些是規範 哪些是 其實他是各地不同的風俗 依照《古蘭經》的說法 就是臉可以露出來 但是頭髮必須包起來 但是之後其他的這些教派 可能有自己的解讀 但是在《古蘭經》並沒有強迫說 一定要把全身都包起來 是 要這樣講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叫做 繡髮如雲 就形容他頭髮非常漂亮 我們看社會上常常有什麼 智郎 有時候長腿智郎 迷女神智郎 很多的時候 一看這個女孩長得也不怎麼漂亮 為什麼會引起這些去犯罪 那基本上來講 就是他每一個人 他對於美的審美的觀念 或者看會引起 他心裡的慾望的那種 那種狀況是不太一樣 所以伊斯蘭教是純粹是保護女性 因為在以前的這個部落 在一些地方來講的話 女孩子一般都是比較弱勢的 那他容易被受到侵犯 當然他如果穿著比較暴露 或引起男性的慾望的時候 常常造成他的傷害 中國講說這個有什麼 和罪 懷比其罪 他長得漂亮 基本上不是他的罪 可是他潛入在外面 讓人家寄禦的時候 造成他自己的傷害 實際上讓那個人犯罪 是 所以我們在看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伊斯蘭教鼓勵你女性要打扮 因為很多人講 這樣子 穆斯林都遮面紗 他根本不會要去打扮 錯了 在全世界化妝品 尤其頂級化妝品 銷售最好的地方是在中東 在阿拉伯世界 中國人講一句話 女以越籍者為榮 是 你要打扮漂亮是給誰看呢 給自己的先生看 讓他對你更多的愛慕 讓你的同儕看 大家都打扮漂亮 都看在賞心悅目 是 這個世界你應該去打扮 可是你不應該到外面去遭風影碟 不過那個支不支持 認不認同是一回事 但是首先先必須理解 所以常常很多人看到這樣子 馬拉松的照片 就說他怎麼會這樣子 這是歧視女性 讓他跑不快等等的 你可以看到說 一樣女子馬拉松的時候 賽跑的時候 西方的女子穿的跟穆斯林 就是很不一樣 穆斯林還是會把頭髮包起來 可是剛剛院士長也談到男性也有說必須要遮蔽 修體 肚臍以下膝蓋以上 所以你看到說有用比賽 如果穆斯林在參賽的時候 他就穿一個很長的泳褲 他就跟其他人穿的是不一樣 理解是一件事情 認不認同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劉老師我想請教的是說 會不會就是因為不理解 有那麼多的誤會 乃至於有那麼多的後續的仇恨發生 我想最主要是 每一個地方都有所謂的 我們是主流的話 我們在教育裡面 如果沒有說去推廣 讓人民知道的話 其實就會有造成說 你跟我不同 那因為你是少數 我覺得我對你的不了解 所以我開始會去用排擠的方式會出現 其實像如果說像穿戴不戴頭殺 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是在每個國家 他有所謂他的界定 那以我自己本身 之前在科威特大學念書的時候 其實我們班就有女生包到只剩下眼睛 那連手都包起來 連手都戴手套 可是我們班同時也有科威特人 給我穿迷你裙來上學 女生 女生可以穿 他們也照樣 因為他非常 他家裡非常西化的時候 他根本不在乎 那家人不在乎的時候 因為他爸媽可能都在西方受教育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他也非常西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今天會包得這麼緊 或包得這麼不緊 有些時候說 我們看到說像沙烏地阿婆 只剩下眼睛 那沙烏地阿婆影響到的 阿富汗 塔利班所在的地方 或者今天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他們要求的父女是整個都造起來 就有點類似我們的蚊帳 這樣的造法 是 那這個東西當然 在我們對中東世界這麼遠的地方 我們當我們不了解 他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會陷入主觀的評斷 我們就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穿成這樣 難道你夏天不熱嗎 我們就開始用自我的瞭解 去判斷人家 所以在這裡面 我其實在在每次在學校講的時候 其實都要告訴學生說 文化上面差異 我們要有寬容性 是 那這個就是牽涉到說 我們臺灣整體的教育 對不同的文化的瞭解 是不是能夠透過教育 能夠去尊重 我希望有一天 像丁小姐 如果坐在公車上的話 他帶頭殺或不帶頭巾 都不會有人有多看他 多看他幾眼的時候 就表示說臺灣的公民教育 其實是成功了 我舉一個例子 三年前我們有討論過台北火車站的紅龍事件 那個時候就是開災節 然後就是經過一個月的災界月之後 開災了 所以印尼的這些外勞很開心 那其實臺灣也沒有提供 他們比較好的公共空間 所以他們就群聚在臺北車站的大廳 臺北車站的人嚇死了 說怎麼這樣子 所以開始用那個所謂的 紅色的類似封鎖線 那個東西 把他們通通說 你就不准在這個大廳裡面 我們那個節目 其實對那個動作有很多的批判 因為這是違反人權 可是臺邊火車站在經過說 那什麼是做災界月 什麼叫開災節 開災節對於所謂的穆斯林 有多重要 以及他們為什麼要在火車站 群聚 聊天 慶祝 後來呢 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就安排了更多的活動 更好的空間 我想說的就是說 其實教育 溝通 理解 對於文化衝突 是有絕對的一個必要性 當然 可是洪威姐我要請教你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也是誤解 或者是片段的扭曲 伊斯蘭世界其實常常被批評說 對女性是很不公平的 不管說有人被凌虐 有人被鼻子割掉 或者是說用被石頭丟死 但是我必須強調說 伊斯蘭世界是一個多元的 是一個奇異的 少數地區也不能說 擴越到所有的穆斯林 所有的伊斯蘭 都是這樣子 可是男尊女卑 這件事情 你怎麼理解 在伊斯蘭世界 其實我覺得 就像比如說 剛剛提到了戴頭巾的 這件事情 我跟秘書長 有一點小小的不同 就是說 因為也許我念了一些西方的女性主義 比如說性騷擾性暴力 我們說她不是性 她是暴力 任何人都沒有權利 對人的身體做任何的侵犯 是 那這個跟女性要不要包 我覺得是個無關的 是 我必須要澄清這一點 那至於說 伊斯蘭世界對女性 女性的不公平待遇 可能我剛剛也 我們也一直討論 有些人過度詮釋 放大了對她有利的部分 而就會走到 一個偏俠的路上 我們也知道處理新聞的時候 狗咬人不是新聞 人咬狗才是新聞 是 那就是因為這個少見 所以被特意凸顯出來 我覺得很多事件是比較 因為偏俠 因為少而被凸顯出來 那當然我們對於保護的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樣看待 有些人認為 就像我有很多親友 在沙烏地阿拉伯 我 像我的表妹回來以後 她的她的皮膚比我還好 我說哇你們那邊在沙漠地區 那麼熱的氣候 你的皮膚這麼好 他說我都不需要出門 然後我們也不需要工作 我的先生可以去採買 甚至她家裡五個女兒 他說她的先生 家裡女孩用什麼牌子 衛生棉 他都全部 全部知道 那反過來我就想 我們家用什麼牌子 大概我現在也不會知道 我們很多男性 可能也不會知道 就是說那個是相對性的 那我們也有一些朋友就說 那我寧可做沙烏地的女性 雖然可以不能出門 但是我也可以不要工作 我也可以不要那麼辛苦 當然這是我們開玩笑的話來講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要從一個社會的脈絡 從整個的脈絡來看 因為伊斯蘭比較強調的是性別的分工 那當然性別的分工 就是女性在家裡面 有非常大的權力 伊斯蘭比較強調母性 女性在家裡權力是比較大的 母親 當然她成為一個母親 就是說伊斯蘭裡面 如果嚴格分男性跟女性 我覺得伊斯蘭更強調女性的母性 所以女人在家裡面 權力是很大的 是 那相對來講的話 那我就說放到不同脈絡裡面 去看這個平等 也許我們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 那安妮我想請教你 你來臺灣這十多年 到現在還會讓你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會是什麼 不管是說在公共空間日常生活 跟人家互動 那個會讓你不舒服 覺得說別人因為誤解 或是刻意的對你惡意的行為 你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更能夠反省說 如何跟穆斯林相處互動 就是說那個在接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因為一大早 我們就是吃嘛 然後白天就是不能吃也不能喝 然後在醫院的部分 因為以前我是在醫院工作的三年 然後他們有一些護士就跟我說 那你這樣一天不喝水 你這樣不會腎病嗎 你的腎臟將會壞掉 那你應該有喝水吧 然後就是我跟大家解釋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穆斯林的部分 我也是中小的部分就是訓練 就開始就是慢慢來 因為小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半天這樣子的 然後就是慢慢的就是一天這樣 就是我們已經是習慣 我們的穆斯林一定是這樣子做 所以災界樂對穆斯林來講是極度重要 秘書長 基本上在伊斯蘭教 他有五個功課 我們叫武功 因為伊斯蘭教強調 不僅要信仰 而且要行為 你的行為要配合你的信仰 比如說災界的話 讓你去瞭解說 你有吃有喝多麼幸福 你有沒有去感恩 有沒有浪費 有沒有體恤沒有吃的人 他們是多麼的幸福 曾經是中度污染的河川 而人息擺脫黑色陰影 百沙門失地生計昂然